他們要施打的 在目前是1點20分這個 最後兩位的阿伯跟阿姨 全數到達 所以我們荷蘭里的接打率 應該算百分之百 這次很開心 我們85歲以上的長者 這一個先施打 我們荷蘭里一共有91位 還有91位的老輩 絕大部分都我基金制送 出入這兩單位 因為我找不到他們家人 所以就有請領長帶給我一方 可是我 很丟臉我 照理不知 請他互必留下 他們所有的聯絡電話 還有我很多有詢問 包括他們有的在實證中心檔 有的在養護中心檔 還有的申請 還有的也有不檔 所以我把所有的名單都照冊起來 他們要施打的 在目前11點20分這個 最後兩位的阿伯跟阿姨 全部都全數到達 所以我們荷蘭里的接打率 應該算百分之百 六千多 六千多 好阿這些85歲以上 以上沒有91位 91位阿你91位都有追蹤就對了 阿你是怎麼知道說有兩位長輩 他有意願施打 沒有來施打 因為我都有照冊阿 沒有留下電話 阿有 因為我早上也是8點到2月10分 就來到現場 阿有來打的長輩 所以我們公主這邊也會很貼心 都有標註 他標註起來在對照我的名側 我就可以查出 今天水平要來打 我就可以跟他全塊錢追蹤 好 阿姨很開心 真的是希望台灣平安 好